应该是诚实的面对这个事实本身 也不应该把它激化的去理解 好 谢谢和民先生 这里也给大家插播一条 今天可能是美国政治最重要的新闻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刚刚是公布了 他们对于川普是否构成了叛国 在1月6号是否煽动了这样的一次叛乱的判决 特别是有关于他是不是具有豁免权 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核心的宪法权利 以及总统的官方行为 川普或者是美国总统享有豁免权 那么对于他的私人行为没有豁免权 现在整个案件是退回到下级法院重新进行审理 这对于川普总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为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退回到下级法院之后 在正式的11月的选举之前 那么他接受审判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渺茫了 那一想请和民先生猜一下票数是多少 我的票数也没什么兴趣啊 我真正的有兴趣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呢 美国未来就会走向一个宪政的危机 因为这个宪政危机就是当总统的特色的权力 无限的扩大的时候呢 他的任何的行为都可以利用来这个解释 其实我在前天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共和党的人在说 总统是应该有这个特色权的 我们知道总统的谋下特色权是在处理一些啊 就是法律本身不能处理的问题的时候的一种特色的一种材料权 但是现在很有可能会把它个人化来处理 这个和民先生啊 每次遇到自己不确定的时候 就是我对这个答案没有兴趣啊 但答案是多少呢 就是6比3 正好是按照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这个区别来划分的 当然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触很深的啊 就是Solomire这样的一位美国自由派的最高法官 在他的意见书里面写的一句话 其实正契合了刚才和民先生所说的 他说呀 现在总统使用任何方式使用他的官方权利将免于刑事起诉 他是不是可以命令海豹六队来暗杀自己的政治对手呢 是的 他可以享受豁免权 他是不是可以组织一场军事政变来保住自己的权利呢 是的 他可以享受豁免权 他是不是可以贿赂以换取赦免呢 当然可以所有都是赦免 总统可以违反法律 让他利用自己的职位谋取私利 让他利用官方的权利谋取邪恶的目的 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可能会因为违反法律而面临责任 他可能不会这样的大胆 这些噩梦场景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祈祷这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过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总统和他服务的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每一次使用官方权力的时候 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成为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王 那么这个呢 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里面 写下的这一段话 最后呢 他的这个结束的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恐惧为民主的丧失啊 当然了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呢 可能其实大家也不太陌生啊 整个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极端党派话呀 是我们在民主选举之外呀 经常会谈到的一个问题啊 刘和平先生您有话说 我相信现代的国家啊 就是说不要现代的国家啊 就是古代以来啊 就是如果一个国王啊 一个总统拥有这个可以法律无边的这种特色权的时候 这就是极权 那么这就说只有一种结果会产生 就是暴力革命才会改变这一点 这就是实际上为美国的宪政 麻下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 一个名目张胆的这样一种特权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已 而是给总统这样一个职位 非常的悲哀 其实这一天嘛 就是民主的悲哀的一天 这一天就是那些人啊 把民主的这样一种力量 无限的浪漫和想象 应该反思的一天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点评啊 那么整个我也是刚刚看到啊 这样的法律意见书 那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提到的自由派大法官之后 还有这个罗伯特大法官的最后的这个意见啊 我还没有时间完整的读完 那在今天节目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六度解析看到啊 美国的各大最高法官到底是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件事情 以及呢他们到底是如何进行我们叫做法律上的质询和推理论证 最后呢得出他们这样的一个结论 好 真的是为大家临时插播的一条新闻 接下来啊我们再回到刚刚过去的